新华社阿比让2月19日电,记者正让子尼亚美消息,尼日尔军方19日发布消息说,尼日尔军队18日在北部地区遭遇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至少两名军人死亡。 尼日尔军方说,18日晚,一支尼军小分队自阿加德斯市出发,在前往迪尔库营地的途中,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伏击,尼军至少两人死亡。 其中一人为高级指挥官,另有多人受伤。迪尔库地区位于尼日尔北部,临近尼日尔与利比亚,乍得边境。 据尼军方说,上百名武装叛乱分子,在该地区盘踞,近年来多次制造冲突,威胁尼日尔北部安全。 新春时节,华东某地选后出季,寒冷依旧,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开始了新一轮的警戒巡航。 战机启动,发出巨大轰鸣声,王海大队副大队长他疏扰,推油门暖机。 战机低吼咆哮着,机腹下寒光闪闪的导弹,不怒自威。 双机按照预定航线出航。 记忆下,年年起伏的山脉和未融化的矮矮白雪相互点缀,微微壮观。 上升到巡航高度。 按照预定航线警戒巡逻。 汤疏咬警惕地观察着周边环境。 辽机保持警巡队形紧随其后。 顺利完成警巡任务后。 双机返航。 汤疏咬稳稳地操纵战机。 沿着着陆下滑曲线降落。 收油门,带杆,接地。 漂亮的散花,在战机尾部绽放。 68年前。 该旅前辈们两次奔赴朝鲜战场。 击落,机伤敌机59架。 空中拼刺刀的辉煌战机, 与血腺胆气,始终激励该旅官兵苦练军飞。 敢于亮剑。 2017年。 中国空军首次承办航空飞标国际军事比赛。 该旅官兵奉命参赛。 与外国空军同场竞技。 准备比赛期间。 汤疏咬因为准备体能测试, 而长时间进行游泳训练, 导致皮肤感染。 如果此时退出。 个人成绩不仅会被取消。 还会影响整个团队。 关键时刻。 汤疏咬没有退缩。 始终咬牙坚持训练。 在他坚韧执着精神的带动下。 该旅餐赛飞行员每天飞行训练, 体能强训, 问题研究连轴转。 先后攻克了某型弹药片把, 地面目标快速寻找等多项难题。 比赛中, 他们发射的火箭弹, 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取得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 2013年11月23日, 我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该旅单副首批常态化战备值班任务, 每年战斗起飞数百架次, 保卫国家空防安全。 在空军组织的前出西太平洋, 飞越第一岛链实战化训练中, 他们一次次飞越宫古海峡, 对马海峡, 与外军战机交锋较量。 次次沉着应对, 步入使命。 被授予时代凯模称号的郝景文, 是该旅员旅长, 前不久刚提升到新港位任职, 他对一次紧急任务, 记忆犹新。 当时, 他正带队在沿海一线某机场执行助训任务。 一天晚上, 部队突然接到上级紧急命令, 立即升空应对当面情况。 后半夜飞行, 应对的情况未知, 飞行环境未知, 对人员能力和装备性能都是极大考验。 该旅飞行员迅速穿戴好装具, 快步奔向战机, 在巨大轰鸣声中, 冲向海天交融的茫茫夜色。 搜索、警告、驱离。 他们在复杂环境下, 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捍卫了国家利益。 春节期间, 该旅常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 劫后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飞行训练中。 飞行员李德斌告诉记者, 虽然过年无法与家人团聚, 但每次夜行训练, 看到战机下方的万家灯火, 我们守卫万里空天, 为国护航的责任感, 也由然而生。 这是职责所在, 更是使命追求。 李建文, 上方, 张浩, 新华社科威特城2月12日电, 记者王威聂云鹏亚丁消息, 也门政府12日发表声明说, 自去年12月, 实施和台达停火协议以来, 胡塞武装破坏停火协议, 共造成76名平民死亡。 声明说, 自去年12月18日, 和台达停火协议生效以来, 胡塞武装违反停火协议于千次, 造成76名平民死亡, 近500人受伤。 声明说, 胡塞武装一直在破坏停火协议, 袭击和台达市的政府居入地, 公共设施和民宅, 并在和台达地区, 主要道路周边埋涉地雷, 在公路出入口挖壕沟, 涉路掌。 据报道, 胡塞武装也一直指责也门政府军, 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破坏和台达停火协议, 袭击和台达地区的民宅、 农场, 以及市政设施。 2014年9月,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纳, 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 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年3月, 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弹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2018年12月, 在联合国卧旋下,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和台达停火, 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 但不久, 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 破坏停火协议。 环球网军事1月18日报道, 美国航空专业网站航空家1月16日报道称, 美国F-16C战斗机将换用新涂装, 用来伪装成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苏武时期。 报道称, F-16C将在空战中模仿俄罗斯战机。 美国空军第五十七连队指挥官罗伯特·诺沃特尼, 在脸书上发布了新伪装的照片。 几个月前他向网络用户提出选择出最像俄罗斯战斗机苏武时期的色彩方案。 在总结后, 他确定名为附蛇的设计图样。 诺沃特尼说, 色彩涂料将在今年夏季开始前准备好。 飞机将在十一月内利斯空军基地航空展上, 变成一具一格的飞机。 苏武时期是俄罗斯第五代未来战斗机, 可击毁所有类型的空中、地面和水面目标。 该飞机首次试飞于2010年进行。 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此前表示, 首批十二架, 苏武时期, 应于2019年供应俄空天军。 并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1月15日的报道。 该媒体认为, 俄罗斯苏-57战斗机所采用的技术已经过时。 报道称, 俄罗斯苏-57新型战斗机和 图付160战略轰炸机的驾驶舱所采用的的图层隐形技术。 是美国F-18战斗机, 从1980年起, 就已经使用的技术。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的有关人士此前指出, 飞机驾驶舱的新材料, 使雷达波西复兴增加了两倍。 把雷达对驾驶舱机的能见度, 降低了30%, 涂层由金属氧化物组成。 但是国家利益杂志指出, 30多年前,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已开始使用氧化因息。 国家利益杂志强调说,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所描述的技术不是新的。 世界上许多战斗机, 都已使用了降低雷达能见度的图层。 环球网军事1月9日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1月8日报道, 俄罗斯Blendread网站在推特上称, 美国空军2Q-4B-30全球鹰战略侦察无人机, 7日在克里米亚海岸附近开展了侦察。 据该网站消息, 这架无人机, 当天早上从意大利西哥内拉空军基地出发, 前往顿巴斯分界线。 当天晚上, 沿俄罗斯黑海开展侦察飞行, 抵达距离塞瓦斯托波尔海岸线33公里的地方, 之后于20-30飞回驻地机场。 当天, 克里米亚海岸附近, 还发现一架美国海军波音P-8A波赛东反前巡逻机。 该机在莫斯科时间20-25时分结束任务。